各位同學好 我們這個課是3D動畫設計 那我是謝惠銘 大家知道這個皮克斯在動畫界是很有名的 那他在2009年在台灣有展出了他的歷史的一些作品 那他的這個工作室是成立在1979年盧卡斯成立的 那後來是由Steven賈伯斯去經營 那這個皮克斯是因為賈伯斯的關係所以就起來了 那這個裡面有一些創意的部分包括故事還有角色跟事件 這些都是在動畫裡面非常重要的元素 然後他的一些角色的話 像這個毛怪還有這個單眼還有這個 這些都是他所塑造的角色 那我們知道大概他有很多的作品都是非常的賣座 那像我們玩具總動員 那個超人特工隊 海底總動員 料理鼠王 那在那個展覽的時候有幻影箱 這個是他最初的動畫 玩具總動員 蟲蟲為肌等等還有天外奇蹟 那我們這個課程大概會用到的軟體是MAYA 這個軟體大概動畫間是非常多使用的 那我們會有這個製作原理跟工具的操作 然後包括建模材質跟shader 光影跟攝影機 角色還有動作 然後還有一些特效跟這個分子 分子特效合成 這些東西呢在動畫來講的話 都是屬於他們之間這個過程裡面 所需要注意的 那為什麼要學習這個課程呢 目前在這個電影界 有很多都適用到這個3D動畫的特效 來強化他的電影的可看性 那所以我們這個課程呢 大概你可以用在電影 也可以用在很多方面 包括遊戲的製作 這個人物的動作 這些都是需要動畫的這個部分來完成 然後這個課程在學什麼 我們主要是用MAYA 還有3DMAS 這個兩個軟體主要是MAYA 所以我們在課程裡面呢 就是MAYA為主要的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在這個課程可以培養 3D動畫設計師的這個素養跟能力 然後具備電腦動畫跟視覺效果 從業人員的專業態度 還有了解我們數位內容產業的這個情形 那這門課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在用在這個電腦遊戲的這個產業 還有專題製作跟影音剪輯這些部分 像現在微電影非常的流行 好 那你可以從事的是動畫設計師 遊戲美術設計師 廣告美術設計師這些工作 那學習目標來講的話 學習目標是在這個本課程後呢 可以學到的是什麼 我們可以透過那個MAYA的一個操作呢 讓學生可以學習到製作動畫的流程 還有產出產品的一些概念 好 這些的話都是我們課程裡面 需要這個會做出的這個能力 好 那 評量的部分呢 我們大概有作業 作業在佔百分之二十 好 那個考試的部分 其中跟期末呢 各佔三十 那平常點名的部分呢 是佔二十 好 那如果我們在課堂上有些加分的練習 每一次呢都會加一分 好 那所以你的總分可能會超過一百分 這個是MAYA的操作介面 它是以英文為主 但是呢目前有簡體中文版 那個簡體中文版 還是不是很適合在我們現在的學習上面 所以我們也是以英文為主 那二零一二版 它是可以這個 它是有證照考試的 那這個書呢是這一本 教科書MAYA 終極密碼 二零一二終極密碼 然後我們有列一些參考書 那這些是那個每一週的進度 包括從建模開始到鐵圖 還有光影的算法 還有這個動畫的設定 攝影機的參數 那包括這個UV貼圖 還有身體手腳這個動作 還有這個衣物的部分 骨架套碟 這些都是我們內容 最後呢可能做合成 合成的話 臉部的 還有這個場景的 就是做一些合成 那另外就是還有這個 衣服的系統 讓那個衣服擺動的這個柔軟度 還有頭髮的部分 那這些是大概 我們想要講的這個內容 那目前的動畫軟體大概有 整理出來有 包括這個3D建模的 UV貼圖的 3D動畫的 算圖的 那我們這個MAYA 算是在業界裡面呢 這個做動畫 非常的 這個多使用的 那他的這個功能 還有技術呢 應用 請參考 那動畫流程其實是很複雜 從那個前置會議開始 你要做哪些東西 要做企劃書 然後設定角色 故事 這些東西呢 完成之後呢 最後還要做這個算圖 然後還有這個配樂 輸出 這些是非常繁複的工作 那我們台灣的動畫公司 大概有這些 那這些 這個 其中最有名的是CG 那幻翔曲 數位內容有限公司 他最近呢 有這個 推出10億巨獸 這個是在我們 目前呢 有得過獎 這些電影 而且是自己 推出的 他花的經費不多 大概七千萬左右 那所以 其實台灣的動畫產業 其實還是 有 還是有遠景的 那目前 這個職場工作上面 我們有列出很多 這個是我們 這個課程以上的介紹 謝謝